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日下午,维马汽车申请破产重整的消息引起了车主和新能源爱好者的关注。 根据维马公社社群的反馈,维马车机和远程功能均不能使用,很可能是停服了。 据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显示,维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正式申请破产重整。 此前,维马频频传出停工、财务问题等消息,已引起车主和业界的担忧。 虽然企业破产是商业现象,但维马的一系列操作已严重影响了车主的正常使用权益。 车主权益的保障问题,期待解决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